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教授就跟这个学生说 到学校外的草地上 他说你插在地上 这学生就把这些牌子插在地上 插在地上 他说你张开脸距离 离远了一看 他说你感觉是什么 这学生说 这是正能量 没错 这怎么看都是正能量 对吧 依法治国 依先治国 选举自由 这个什么公平社会 人文道理 他说怎么看都是正能量 然后这老师说 你给他拔起来 这爷们就给他 这个学生就给他拔起来 他说你看 前多人在学校里面 学校钱闹 正门钱闹 他说你举着牌子走一圈 这个学生 人家博士生 他一听 他说老师你害我 我猜 你害我 这个师出之间 你不能这么害我呀 我猜 你让我举这牌子走一圈 你什么意思 他说 那老师说你急了 他说我可不急了吗 那你体会到什么叫负能量了吗 学生就合合一乐 非常感谢老师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什么叫正能量 什么叫负能量 正能量 负能量 香港人权法案 民主法案如果通过的话 那香港的政府官员 香港的警察 就是跟整个前后这件事情 其实他会追溯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 所有在其中利用公权力能够打压香港人权的 对香港普通的人在这个事件中以法律之名加以制裁的 其实包括战中九子的那个判刑的过程 那些公诉员的那些检察官们公诉员的做法 都可能遭到美国的直接制裁 我们知道太多的香港人 特别是这些官 在英美地区都有自己他的家产 有他的亲朋好 有他的亲友 有他的资产 有他这些 全有他私人的东西 但这项法律每年进行这个 国务院要进行这个叫什么 review要进行审查 那审查结果可能会对这些直接官员的 个人的利益直接打击 跟中共同在的人都是自身利益者 所以他们非常惧怕 那政府这个东西他们的在这种外力之下 他们的政府部门就成为了一个真正利益危机的 一个强有力的团体 在背地里进行阻挠吧 只能这么说 该法案要实施年检 那在政界学术界不少代理的 不少代表 那代表着打压香港民主人权的官员 很多人就到美国去游说 到美国去游说 游说干嘛呢 希望在美国国会不要通过该法案 商界 主要是商界组织跟这个官员 政府官员 包括美国商界也在美国进行反游说 反游说 香港如果应该法案失去独立关税区的话 影响巨大 而香港建制派没能感染外部势力 唯有在香港境内反攻 包括新民党民建联等 近日将目标都转向了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 接连约见对方来反对此事 等等等等 这是表明真正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了 那触及到利益 那美国商会呢 之所以反对呢 是他提到就是 香港的独立关税区 生意人就是生意人 香港拥有独立关税区 那在美国的 在香港有大概八千多生意人 这些人很多他的生产的东西 是在中国境内的 如果他有能力在香港 介入香港本身的特殊关税区 他可以把他的很多在中国生产的东西 改变他的生产地 我给你举个例子 所有配件都在中国生产 然后最后的组装 没有只要没有产地 最后的组装在香港本土 在香港本岛 那就是香港制作 香港 香港制作的产品 不会遭到制裁 这个东西就是很容易 制造商谁都会想到的 这是很容易的 那就像 你知道早在改革开放的年代 改革开放 早在这个八九六四之后的时候 在北京城有很多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简单的例子 服装 很多是这个专门 有一家真知厂就专门去做这个商标的 各种商标 他都给你制 你只要把那个商标图要拿 他就给你制出来 对吧 买个衬衫 是这个通线做的 然后在大兴之乐的商标 然后在这个西单商场地压室里头给你缝上 法国名牌 就这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做的 因为那个时候 北京查三公产品 全国也查三公产品 生产家 厂家 制造商 就制造地 也忘了还有什么 商标必须得有商标 那这个东西就自己进咯 自己做咯 自己贴上就完了 那你雇点大麻一贴就完了 小脚老太就给你弄上了 所以这是当时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这种做法 只是规模不同 现在规模会很大 对吧 但规模很大也没关系 他的做法是这个做法就是了 所以这是我们在 我以为美国商会能够参与其中的话 文章写的蛮长的 参与其中的话 大多都是从利益的角度去思考 而我跟大家要分享的 不是这个 我跟大家分享的 恰恰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美国众议院参议院两院外交委员会 分别通过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这是上个星期我们就知道 是这个星期三 所以今天主要大家集中在这个弹劾案上 就把这事就可以淡忘了 但他众议院参议院到这个星期末就休会了 要休息两个礼拜 但众议院参与的外交 两个院的外交委员会是同时讨论该法案 那同时讨论同时通过的话 说明他们的修改部分已经修改完了 在上个星期二 上个星期二 黄之锋和人士他们到美国的时候 当时讨论过要进行修改 原因就是盖法案提出的时候是六月份 那等到了九月份的时候 香港的警察的做法 香港政府的做法 已经超过了六月份当时的状况 所以针对他们现实的所作所为 就等于加重了盖法案的内容 相信法案已经修改过 而且被外交委员会通过 两院的外交委员会通过之后 将递交两院进行投票 两院投票只要参议院肯定没问题 他说众议院看多少人数投赞成票 期待的是两院总数超过三分之二 两院总数超过三分之二 也就不用川普签字就已经成为法律了 星期三深夜 香港时间星期三深夜跟星期四凌晨 分别表决通过了该法案 法案将纳入众议院大会审议 为立法走出了第一步 重要的一步 应该是他的意思是应该今天的中午 中午的时候 我指美国东部时间 他就已经通过了 香港爆发争议之后 那多名国会议员六月份重新提出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重新提出的意思 该法案是在2014年预伞运动提出来的 但当时只有六个人支持 现在150多人提出来 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审视香港的自治状况 如果受损就加以制裁 其中包括终止香港政策法 取消香港特殊地位 所以这个是打击巨大的 参众两院分别就法案提出了修订 涉及到遭政治检控示威者的申请签证跟制裁的问题 这个我们在上礼拜跟大家解释过 那香港警察以法律之名 抓捕了1500多人 这些人都落案了 因为被抓捕就会落案 他会走入司法程序 那想进入美国境内的话 他就有一个签证问题 因为在他的档案的背景之下 他曾经被判有罪 曾经被警察抓 就像黄之锋就是一个入奸的人 但他为什么可以进入美国 美国海关是对他的审判 对他的判刑是对人权的侵害 正好是反的 对吧 是反的 但美国要相 因为涉及到人太多 所以美国要有相关的法律制定下来 那黄之锋进入美国 他是按照美国政府的具体官员的执行政策 来判断他个案来进行 让他可以进来 但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 那每个人不是都像黄之锋这么有名 所以呢 当他是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的反送中的事情 而被香港警察抓了 在美国不算有案底 提到就是这个 关键这个问题 示威者申请美国签证可以叫特事特办 参众两个院针对应参与2014年的雨伞运动非暴力的示威 而刘安底的和判刑人分别变成了包括2014年以后 社会运动或没有特定时间限制 不能以属政治检控的犯罪记录 拒绝就该是拒绝这些示威者申请学生或者工作签证 所以他的包含面就很大 他作为2014年就认为香港政府本身已经出现了 就跟中共政权合并议题 在有关政治问题上 所以把所有抗争香港 香港政府的 这之后的行为 其实包括2016年的这个 望角的鱼弹革命 那这些人被检控被判刑 都不会记录在案 都不会被美国接受 所以这是美国政府透过了该法案之后 否定了 就是否决了香港政府 在相关的事情上本身的司法判决 司法定位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因为它的意义很大 因为这是一个 两个国家跟政体 都是在同一个政治制度的背景之下 出现的否定 针对达香港自由及自制的制裁的机制 两院针对的对象 由以往列明针对制裁 及哪些 那些涉及到铜锣湾书局事件 新维周刊事件 或其他异议人士交与内地的人士 变成了包括滥捕 酷刑对待 破供 以及任何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行为 其中 众议院版本列明 任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 破坏美国在香港自治及法治之下 利益行为的决定都符合制裁条理 那范围就太大了 范围就太大 举个例子 中共的外交部的发言人说了 基本法都过时了 那都过去的事了 你现在还提着这事 你老笨蛋了 这爷们就是被制裁的对象 这爷们就是被制裁的对象 那叫耿爽 说爷们就在家里爽了 那只能在家里爽 老爽了 对不对 他想上美国仿一把 给他咔嚓了 拿剪子给他咔嚓了 这个就这回事 拿剪子咔嚓了 我说的意思 把他签证捡了 你别想歪了 就是这么个故事 那如果是这个范围就非常广了 他咔嚓的机会就很大了 因为当里面包括了 滥捕酷刑对待逼供 以及任何违反国际人权标准行为 就那爷们说这是 应该是新界北区的总警司 说警察踢了个黄东西 那警察有病啊 吃多了 他没事拿脚踢黄东西 对不对 就踢黄东西 那个爷们 你别看他 他很可能是拿英国护照 他也扯乎了 被制裁对象 非常有可能 那如果这样的法律通过之后 有人就是被他踢的那个人 向提出了法律诉讼 对这个警察提出了法律诉讼的话 这爷们如果在这个美国的曼哈顿银行里存着三块钱 那三块钱给他冻结了 可以的 这是相关的法律通过之后的直接了当 说三块钱给他冻结了 就给他冻结了 对不对 但如果那个被打那个黄东西 如果不干了 说不成对必须得给我赔偿 我在这个香港我做不了 我要求美国借助香港人权法案 我要求美国把那笔钱 我在美国法院告他 告完之后把那笔钱赔给我 保不齐这事就成 我不开玩笑 如果这法律通过的话 被冻结的钱财去赔偿那些 在这次运动中遭到迫害的家庭跟具体的人 是非常有可能的 法律这东西就看谁能解释 对吧 我都想到了 哪些律师吃这饭呢 想不到 不可能 所以你看他们猴急猴急 这回就是山顶洞人着了火了 山顶洞就是北京的 北京的房头 叫什么 门头沟 房山那地方 门头沟那地方 舟口店 山顶洞人都是猴 他们的祖宗是猴 后来着火了把屁股给烧了 就烧这地方 猴屁股红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个个现在都是屁股都是红的 制裁手段 制裁手段 包括冻结资产 拒绝签证 而拒绝签证的对象 可能由涉及到该事情的人 扩展到他的直系亲属 那儿子们全都协裁 那儿子们全都协裁 如果是这么制裁的话 林郑月娥的俩儿子就家里养着了 家里养着 那我不知道英国会怎么样 他拿着英国护照 但包括他先生 如果他们在美国有资产的话 就给他冻结了 如果有人去搞 说我们就要他们家那房子 这个故事 这个法律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什么东西都是从无到有的 当他出来之后 谁知道如何利用这条法律 谁会用 那就得明白人 至于法案要求美国公务卿 每年提交审视状况 两岸均修改 报告字眼改为证明 这个词就改得很厉害 报告 就是我们说了一下 证明 我证明他已经违反了 完蛋了 对吧 就作为政府部门 美国公务院如果以证明 他确实违反了条例的话 拿出的报告就是证明 他那个东西就 就直接当成证据 加以制裁了 实际这个词就 就很 就是变得严厉 并加入更多要求国务卿的细项 除联合声明基本法落实之外 还包括落实 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包含香港处理国际协议的状况 并要评估香港特区政府 内部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的自主情况 还增加内容太多了 就基本上把整个香港 把整个今天的香港 涉及到的立法执法司法的 所有相关部门 就给他裸奔了 就所有细节都在起录了 所有细节都 你比如说 叫什么何军瑶 何军瑶说我要组织多少人 要把联农墙给扒了 这些都是伤害 伤害了基本法 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权利 利用它的权利 利用它的影响力 这些其实都可以算在其中 因为他把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都放在其中 他是把香港 在一国两制之下 完全等同于美国社会是一样的 两院都建议 两院都建议国务卿除年度证明之外 应应香港情况做出额外证明 原法案及修正人提出 共和提案人叫共和党的史密斯表示 修正案要求国务卿每年就香港自治状态 写证明令其效果更强 是要认为落实有关制裁决定 可以令中共当局严肃看待问题 这是非常严肃的 这是非常大的事情 在我眼睛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打击性巨大的一个状况 这个不含糊的 值得注意的是 两院都列明 要定期检视 美国技术会否被中共国用作发展社会信用系统 但众议院要求有关报告 由总统提交 参议院则要求由商务部提交 这什么意思 你可以看两院在有关提到报告时 我个人觉得是相当仔细的 在这个 我忘了是哪天 是八月份那天 八月十一号是八月十一号 在下午游行的时候 就直接发生了冲突 对吧 其中有一些勇士们就拿那个锯 就把他街头的那个电灯 那个电竿子给锯开了 那摄像头给锯开了 里面发现了由中国大陆公司制作这种监视器的一些设备 这里面我想谈到 我想他提到就是这个问题 用作社会发展社会信用系统本身 美国技术是否这么用 那里面就包括着类似这种监控系统 我以为就是类似了 那这种类似就是说 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是否被用于伤害人权 人的隐私 史密斯指两院修订有别 下一步众院会在大会审议法案时被问到 有没有确实审议的时间表 他没有正式回应 但期待国会在小休之后下月内尽快审议 法案会以开快车的方式进行排断 最多三到四周就可以通过 那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叫做恩格尔回应查询时表示 委员会讨论后大会需要数周审议 展没有确定通过日期 并指使并指 法案会有修订案 也无疑也无碍审议的进程 所以按照正常应该是三到四周 我想共和党的这个史密斯之所以没敢答呢 可能跟现在的他们对川普 就民主党对川普的这个弹劾案有关 有可能有关 因为这个事情它不绕延续多长时间 随着一些内容被披露出来 如果证明众议院本身根本没有能力 就是根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弹劾川普的话 现在只是调查 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弹劾川普的话 甚至他在这个过程中 在初期的过程中 就如果民众的反应更集中在川普 这个拜登的儿子的丑闻身上的话 众议院有可能撤回 只调查不展开正式这个正式弹劾 这也有可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同样会对民主党带来灭顶之灾的 但很显然并没有影响到 并截止了现在按照时间表上说 没有影响到这个 香港人权法院的 这个这个人权法案的通过 他没有说同意票是多少 反对票多少 他没有谈到这个具体的东西 但是感觉上起来是相当厉害的 因为他的内容上变得如此的强硬 但没有任何疑虑的就给通过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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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